大家好 心脏不好的人 平时应该注意不要剧烈活动 不要熬夜 也不要生气 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饮食 还有还要注意定期 进行复查 向大家分享一个效应式的锻炼法 通过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 心理的烦躁 放松我们的身体和心情 通过 练习效应式 疏通效应筋 养护我们的心脉 下面我们一起 来练习一下 第一步 我们自然站立 目视前方 或者双眼微臂 把我们的身心 调整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中 第二步 双手合十在胸前 然后翻手掌 手背贴手背 手心向外 两个小指头 伤入勾住 然后用小指 带着双手 上下 向外 翻 第三步 吸气 把手臂 向前伸直 然后向头顶 尽量拉伸 然后呼气 双手按原来的路线 收回 再回到核实的状态 再重复 反复做5到10分钟 注意配合好呼吸 动作的快慢是用呼吸来调节 常常练习效应式 可以提高肌肉的灵活度 通过拉伸 放松紧张的身体 同时通过有规律的呼吸 促进气机的升降 让心脉气血得以充盈 坚持锻炼 让你吃得香 睡得好 身心更健康 放松紧张的